民进党从九合一败选到现在已经快要两个月的时间了 在感觉啊 他们的检讨报告 检讨声浪好像还没有截止 为什么呢 因为外界感觉来看 你们好像是找错了对象 找的都是点出问题的人 再怎么都没有想到去解决 找出这个出问题的人呢 好点出问题的包含谁呢 包含上是高嘉瑜 包含的是王世坚 说出了一些让党员觉得刺耳的话 所以啊 现在被党员呢 讲说什么 你们要去除掉你们的党籍啦 还有人说呢 他们就是被鼓仔等等 还记得吗 12号的时候呢 赖清德不是向党员报告前进台北市吗 当时高嘉瑜有出席 他一进场呢 马上就是虚声道赞 还有人大骂他是被鼓等等 好那现在呢 徐晓星其实啊 虽然一变是对方阵营的人啊 看到这一幕啊 也觉得替他觉得心疼 他讲了什么 徐晓星讲啊 苏贞昌的最新民调呢 不满意度高达57%啊 如果这个时候呢 拿他跟高嘉瑜跟王世坚去做民调的话呢 相信相信 不满意度肯定是比苏贞昌要低了很多很多 所以呢他也不懂哦 为什么民进党会搞成这样子 感觉好像是现代文革一样 好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网友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有人说啊 高嘉瑜跟王世坚的确吧 他算是民进党的政治明星啊 但是被你们这样搞得这样子 蛮不治的哦 还有其他的网友说什么 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盘啊 升率的基本盘基本上是20% 那你到底是要往升率的方向去前进 还是要去抢潜率跟中间选民呢 这也考验着辛格魁的智慧了 好那要是呢 林世锋怎么讲 他说啊 真说到民进党败选最大的责任 难道蔡英文没有半点责任吗 因为到目前为止真的耶 检讨报告到现在没有人点过蔡英文哦 所以林世锋怎么讲 好啦 蔡英文呢就是你们的小公主 她只可以疼 不可以骂 那林卓水告诉大家什么呢 她说啊其实只要蔡英文跟大众认错 诚恳的道歉 就像2018大败一样 那么到时候的外界的愤怒气质啊 愤怒质至少就会少一半 不会到这么的强烈 好那当然啊 剑指不只是在蔡英文而已哦 还有的就是在苏贞昌 因为内阁做的不好 也间接影响到民进党的九合一大败嘛 所以在选举败的第一时间呢 很多人就讲了 内阁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改组呢 在几天前哦 昨天吧前天哦 就传出了苏贞昌呢 跟蔡英文有见面 那苏贞昌也对外讲了 他说呢内阁改组的时间呢 会在会期结束之后 会再向各位报告 因为呢他已经跟蔡总统 有了深度交换意见 只是外界还不太晓得 这所谓的深度交换意见 是有多深度 包含他自己是要走人吗 还是只是做局部 人事的变动而已呢 好 那神父雄怎么看 他是认为了 隔魁一定会换了 因为就是苏贞昌讲的这句话 总统深度交换意见 白话意思就是说呢 他准备好了 知道了 你已经可以走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多留 苏贞昌这几个月的时间呢 神父雄他这么分析了 如果在九合一大败之后呢 马上换人 是因为蔡英文手边的人 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比方说 他可能想要推的是陈建仁 但陈建仁以他的感觉 个性来讲 可能会暂时压不住 第一时间的风波 那顾力雄可能也有 其他的职位安排 感觉手边找不到人 所以呢才让苏贞昌呢 暂时再多留了 这快两个月的时间 那现在应该都已经say好了 所以呢才会让这个 神父雄认为啊 时间掉了 现在呢苏贞昌可以走人了 好那前扁办办公室的主任呢 陈松山怎么讲 他说呢 蔡苏体制啊 几乎还是会维持下去哦 赖清德一博的机会 已经是没有空间了 赖清德未来的危机 还是重重 意思就是说呢 即便啊 蔡英文 他目前还是总统嘛 所以还是握有一些任命权 即便你苏贞昌不在的话 虽然蔡英文呢不想赖清德 所以他选择的是跟苏贞昌来合作 那如果现在苏下的话呢 你别忘了哦 一些终身带进来 像是郑文灿 林佑嘉 或是林嘉隆等等 如果你要进来内阁的话 你还是要面对谁 你还是要面对总统啊 所以蔡英文的权力还是在的 即便你赖清德是党主席 那又怎么样 所以他才会讲哦 即便你赖清德未来是党主席的话 未来之路还是要非常的危险 而且呢 你还要是要尊蔡敬苏 尊蔡敬苏这样的一个步调 才能够展开你的新的格局 而且这格局还有一点小 所以他认为赖清德未来的路 有一点困难 那郭正亮怎么讲呢 他说啊 顾力雄现在传出要接任国防部长 那么有记者呢 甚至还趁昨天总统 在出访的时候呢 还大声地问说 是不是顾力雄 要来接国防部长呢 这个时候呢 蔡英文后往后看了一下顾力雄 是什么样的意思 但是郭正亮认为了 如果现在要换国防部长的话呢 也应该是轮到海军裁队 所以应该不会是顾力雄 顾力雄位置呢 还是比较适合国安会秘书长这个位置 那再加上民进党现在呢 已经喊的不再是抗中保台了 而是要和平保台 而和平保台这样的一个指标 有可能就会一直到2024 就是民进党对于两岸的方针 那你要如何和平保台呢 郭正亮也想问问这个赖清德 因为到时候国民党 可能就很简单地问你一句话 那请问你和平保台 你的平台是在哪里 难道是回到九二共识吗 你民进党从来都不认九二共识吗 所以他认为这应该还是蛮好打的 只是民进党是越来越靠 美国的方向走 到时候呢 国民党就是靠 两岸和平方向走 但各有各自的利弊 到时候2024 肯定会好好的两边 会有一个大战 好 那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就是内阁感觉 是走定了 那么什么时候走呢 有没有可能是1月19号 目前不知道 还有一点 另外一个确定的是 年前的6000块钱的 经济共享红利 确定是拿不到了 审查总预算前 蓝军突袭 要求先审普发6000元条例 引爆战火 立法院16号将审查特别条例 6000块到底有没有 最后可能年前入账 年轻化现金 确定来不及 本来做得到了 但是他们不积极 居然是因为为了一个 隔魁保卫战 让宝贵的时间不断地流失 蔡英文当然希望是 让新的隔魁发 而不是让苏贞昌发 那苏贞昌把这个作为 捍卫他隔魁位置 赋予完抗的最后一招 所以才会在这过程当中 不断地拉扯 拉扯的结果就是 大家就是肝瞪眼 立院延会到19号审完预算 连带延后苏贞昌内阁 总辞的时间 只是苏贞昌的不满意度 又创了新低 不满意度标破五成七 跟满意的差距 来到21个百分点 现在传出苏贵总辞 将由陈静仁出任隔魁 网络民调竟然有高达 八成民众 认为陈静仁跟苏贞昌半斤八两 网友痛批 走了一个阿爸 嚣张的苏贵 来了个侠庭高端 还胜光了 五十步笑百步 半斤八两了 民进党的倒行逆施 苏贞昌的嘴脸 所以最大的战犯 无庸置疑 当然就是蔡英文加苏贞昌 民调已经低成这样了 已经全台喊打了 根本就是一个过街老鼠了 这么难看的下台身影 在台湾民主史上 大概很难有人可以超越他 另外传出顾立雄将接掌 国防部长 蔡总统一听媒体喊话 反应是这样 蔡总统回头看了 顾立雄几秒 空气似乎瞬间冻结 就像民众年前想领六千元 恐怕很难期待 记者杨琪浩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高家瑜狂被民进党员呛 对此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认为 高家瑜可以说是赚到了 因为这些党员 帮高家瑜搭了一个台 让高家瑜出风头 又抢了一堆的媒体关注 所以吴子佳开玩笑的说 高家瑜的歌声可以去征战全球 因为只要任何恨他的人 他都可以唱歌给你听 不过吴子佳希望高家瑜 不要唱歌给他听 而前立委郭正亮的看法 有点类似吴子佳 他认为高家瑜 虽然现在感觉起来 有点辛苦 有点狼狈 但是对于2024的选举来讲 对他是更有利的 我认为高家瑜是故意去的 故意去 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党员座谈地点是士林 士林不是他的选区 王世坚就没去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 何志伟是非再不可 因为那是他的选区 所以高家瑜去是要干嘛 他知道一定会被轰 因为这种党员座谈去的 大部分都生率 这个场子是英系给赖清德难堪吗 有点这种调调吗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他们事实上 当然了 当然他们就会 就是觉得说 赖清德你给个说法吧 这是你的人 你知道吧 就有点没有 等于是当着主人面前 打狗的味道 那就说你给个说法 所以他就给个说法这样 这个场不是只有现场那个场 还有一个电视转播的一个大的场 那你是要选总统的人嘛 你到最后 难道民进党改革 是要朝升率方向走吗 不可能嘛 你这样怎么选总统啊 那升率的票了不起20%吧 你是要50%才会当选 至少要45% 对不对 因为未来几乎可以预期 主要就是一对一嘛 所以你要争取什么票 你自己心知肚明嘛 请问吴玉农最后是在 他为什么不去找那些升率的人来帮他站 对不对 为什么第一个去找王世监 后来找高嘉瑜呢 这两个人都是升率希望开除的人吴玉农 为什么要找来站台 因为他要过半 他才会当选嘛 那赖清德的情况不是完全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他确实太把这个 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电视转播场 而且是一个会热乎乎的被人家不断重播的场 那高嘉瑜就非常聪明 预期到的那个效果 满载而归啊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那么有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能放下